印太事物上面的 不過接下來 剛才因為你們也都提到了 這個經濟的因素 美國聯準會 美聯儲剛升息 這次升息升了很大 升息兩碼 現在基本利益來到了 百分之零點七有到百分之一 那美股三大指數 在我們剛剛討論之前 前一天三大指數重挫 那美國到底這個 現在經濟情況怎麼樣 通膨升息能不能夠解決通膨 還是會導致未來的 所謂停滯性的這個消費 我們可以來 是不是請盛平跟我們分析一下 你最長期觀察這個 美國的經濟 你也在華爾街 從事過一些行業 你怎麼樣的看待 美國這次聯準會的升息 以及六月有可能會再升息 珍惜是肯定的 美國經濟現在是給你一個非常 混淆的一個 就算是 他的通脹是差不多40年最高 但他的就業又是差不多50年最低 就是最好的就業情況 就是3.5% 所以到底他怎麼走 就會不會走向智障 就不知道 但現在這一次一下升了 就是0.5個point 算是很大的一個 長期利率呢 現在到了將近 到了4 短期的也漲得很兇 就是5年的bund 現在可以到就是2.99到3 所以這東西呢 你從股市的反應來看 股市當天是漲了900個點 但第二天呢 好像醒過來了 反而掉了1100 就現在美國納斯達已經掉了25% 這遠遠超過了熊市的標準20%的標準 但刀匠市只掉了11%12%左右 就從他的經濟的增長 上個季度非常不好 比他預期的差很多 所以到底美國經濟會怎麼走 會不會硬着陸還是軟着陸 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影響美國經濟的無疑是 而誤戰爭和中國的一系列政策 你可以看到現在中國已經 在世界這個經濟舞台上舉足輕重了 就中國要咳嗽的話呢 美國這邊可能就感冒了 就是供應鏈的問題 包括中國經濟以後會跟美國 多大程度上的衝突也好脫鉤也好 都是華爾街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總的來說我覺得華爾街不願意給中國脫鉤 政客願意 政客追求的是選票 華爾街追求的是利益 這兩個利益是不一樣的 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非常不一樣 中美關係最好的時候 實際上就是兩國的股市也好 兩國的經濟都會收益 它是一個這個Mutual Benefit的一個東西 但中美關係不好的時候呢 中國的經濟美國經濟都會收錯 就是在這一點上 就一榮即榮 一損即損的關係非常清楚 這個相關性 但政客們更關心的是他 下一屆他能不能還在待在哪兒 或者他能不能取而代之 所以他們著眼點會跟著不一樣 所以跟上次呢 跟軍濤的時候開個玩笑 我說實際上就是工資和中共它們的區別 或者說反對黨和執政黨的區別在哪兒呢 就執政黨有執政黨的問題 反對派有反對派的問題 執政黨的問題呢 永遠是想把國家搞好 反對派的問題呢 永遠是想把國家搞壞 其實大家都不容易 一個大的國家 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也好 想你好也不容易 想你壞也不容易 就不把中國搞好 或者不把你執政黨的這個統治的關係搞好 他就不能夠持續執政 他就不能千絕萬代 中國的預言說 同樣的不把中國的問題搞壞呢 反對派他就不能夠取而代之 就這麼簡單的利益關係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跟我說 這反對派如何也願意把中國搞好 把中國或者美國搞好 這些我是不大相信的 他執政以後他會這樣想 執政以前你是越壞越好 這是他的本能 他不這樣想才怪了 所以說那對中國來說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問題 對美國來說其實也一樣 就作為一個反對派領袖 像美國的 那現在就在野黨 他巴不得執政黨 多幹一些蠢事 一些錯事 越蠢越好越錯越好 所以說這怎麽影響到美國的利益 美國人民的利益 那是你的責任 等我上來了 我可以把這些都給你改過來 這就是政治 所謂的就是說 在一個專制制度下也好 一個民主制度下也好 我想這種政治計算 是不會有太大的區別的 我們小時候的教育都說 人民最愛國 像慈禧 而且最賣國 後來長大了就 感覺不是那麽一個道理 人民不會那麽愛國 那國不是他的 他愛不著 最愛國的只會是慈禧 那是他的 每一塊土地被割掉 對他來說都是 像割掉他自己的肉一樣的 但他底下的官僚就不會那麽愛國 能賣就賣了 反正不是我的 我是奴才對不對 至於說人民 就更排不上了 就是我們也看到那些圖片 八國人軍攻北京的時候 老百姓幫他們扶梯子 給他們送茶送水 這都是比比皆死 從鴉片戰爭開始就有的事 所以美國現在經濟好不好 執政黨想怎麽搞 美國的反對派想怎麽搞 就跟中國今天 是一個道理一個故事 只不過他們做的方法有所不同 就是有些有底線一些 有些更沒有底線一些 中國更多的是玩的陰謀 玩的軍事 美國更多的是玩的法律 就比如說我們剛討論的 就是一個墮胎不墮胎的問題 這後面其實就是選票的問題 我這個政策提出來 我們能多拿多少選票 這是政客的計算 郭平先生 我們剛才在討論美國經濟 當然墮胎法案跟美國年底 希望選有關係 經濟更影響更深了 我們從兩年多前新冠病毒以來 我想你跟我同樣的感覺 就是錢越來越薄 東西越來越貴 今年三月份的消費者物價值 就是CPI 8.5% 但是40年來最大升幅 剛才這個聲明也提到了 這次聯準會 每年初升息2% 是22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那今年第一季 同期的成績的經濟成長表現 又比去年下滑 所以總的看起來講 經濟的不好 你覺得拜登會怎麼樣來 來應應這個今年年底選舉 當然會有影響 現在美國經濟它受到至少三個方面的 無力的影響 疫情是其中之一 而且下到現在疫情結束還看不到盡頭 再說就算疫情基本上結束了 現在都躺平了 但是你這個恢復是個過程 不像這個這個病來如山島 病去如抽絲 病來的時候那是很迅猛 說影響就影響 說壞了就壞了 但是你要恢復它是緩慢的過程 不會那麼立竿見影 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當然這個俄烏戰爭 由俄烏戰爭造成了整個 不光是俄烏戰爭本身 而由俄烏戰爭導致了整個 這個全球的這個經濟 這個生產鏈的斷裂 它引起的這個後果也非常嚴重 當然因此它對 包括美國在內的經濟 也會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 當然還有和中國的這個關係 你打了這麼多久的這個貿易戰 貿易戰肯定是對自己也會造成一些損失 而且呢你又不可能完全達到你所希望達到的那些目的 那麼這都對美國的經濟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那問題當然不只是美國了 現在全世界基本上都這個樣子 經濟上都在都在遇到困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現在這個拜登在台上 那當然人們對這個事情不滿會 當然會怪在你的拜登的頭上 而且拜登上台以來確實我們沒有看到 他在這方面在這個振興經濟方面 有什麼特別亮眼的表現 他更多的比較受大家肯定的 都是一些外交上或者其他問題上的一些做法 所以這個事情另外按照慣例 我們都知道在你這個 你這個假黨當選總統了 那麼在接下來的中期選舉中 那很可能是以黨會取勝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呢 所以在至少這個中期選舉 恐怕從現在看來這個民主黨的優勢不大 這是一方面情況 從長遠來看我覺得美國也很難 這個很很迅速的走上這個經濟復甦 像這個漲價 那我們每個人都身有所感嘛 長得很厲害 長得長得幅度都知道 因為這個和疫情結合在一起 大家已經接受了這是一個不正常狀態 所以就對這個漲價 單單漲價這個事都已經沒有太強的那種感受了 但是這個問題你哪怕疫情結束 它這個問題還是存在那兒 當然從長遠來看 那就是美國和中國的這個經濟競爭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儘管中國和美國相比 你有這樣那樣的一些弱點 但是你因為你的體量龐大 這個是一個關鍵性的一個因素 你的任何是美國的四倍嗎 你想想看 那就意味著你的這個人均GDP不需要很高 那你的總量就可以大大超過美國 那這樣子一來 它對 而你美國現在這個全球的話 你搞的依賴 現在不是說這個脫鉤不脫 誰想脫鉤不想脫鉤 就是你再想脫鉤的人 不管你是政客也好 你是華爾街也好 你都實際上都不大做得到 這是個關鍵問題 不大做得到 除非打起仗來 那可能比較大規模的脫鉤 否則在很多方面它還是有個互相依賴 現在美國頂多能做到的 就是在高科技方面去拖點鉤 別的時間當然就很難做到 當然剛才說的聲明就有了 一話我也不同意 不能說 因為這樣其實過去替皇帝辯護 替家天下辯護都是這個道理 天下就是他們家的 就是他的獨裁者的 他當然會愛護了 他比誰都愛國 那就是他們家的 他更會考慮的長遠了 那實際上反正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你看就是 現在各種從政治理論的角度 都在批評這一點嘛 這根本就站不住 如果這個站不住 那天下就 那天下倒太平了 那所有在這個統治之下 那都變好了 都只說一點嘛 對於獨裁者來說 他最關心的是他的權利 而不是國家的好壞 如果國家利益受到損害 但是對他的權利沒有影響 那他不在乎你的損害 反過來如果國家在母黑方面好了 而他的權利受到缺少 那他並不見得喜歡嘛 在文革之間 文靈彪就講話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大談政變經防止政變 他說如果政變了 如果權力都不在我們手裡了 我們有一億噸鋼一億噸鐵 對我們有什麼用 那這句說的很白了嘛 那詞儀說的就是 這個命中有幫物語加奴 他也是這個意思 我只要不影響我的統治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相反是獨裁者 第一他手裡有國 所以他有國可賣 普通老百姓想賣也賣不了 第二就是他常常為了他的權利 他自己權勢的考慮 會做些出賣這種國家利益的勾當 這個古往現在是從來都不少見 所以也就是說統治者 特別是獨裁統治者 他最關心的毫無疑問是他的權利 他的地位 而他的權利他的地位和整體 一般老百姓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 在很多時候常常是不一致的 所以這個是整個這麼多人類 他也有史以來這個政治史的給出的 我們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教訓 那麼現在我覺得對中美關係來說 那確實你不是今後要怎麼樣互相共存 美國就是美國 中國就是中國 那麼這裡當然有個制度是優越與否的問題 而且這裡不是說我們這個 我們喜歡西方的 喜歡美國的 我們到這來了 那事實上在你沒來之前你就喜歡了 在你還在他不了解的情況下你就喜歡了 最早就是最早到美國來的那些像我們這一代人 那都是老紅衛兵嘛 這個洛小海 宋彬彬這些 他們受的教育完全是反對美國的 但是就正是從他們經驗中 他們知道那個東西是錯的 他們是這麼產生的 從反面知道了我們原來那種制度的渴望 然後還知道這種制度的優越 在中國產生了這麼幾十年來 產生的那種自由化的思潮也好 民主運動的好 民主訴求也好 並不是像榮紅孫中山 嚴富 慷慨為梁啟嘗胡適 是到了西方來睜開眼睛看世界 才知道別人還有另外一種過法 我們也想學別人 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我們恰恰我們這想法 都是在極端閉關鎖國的情況下產生的 產生的背景就是因為我們深受其害嘛 包括共產黨的領導人 包括當年紅二代都一樣的嘛 當時70年代的時候 他們發現他們在所謂掌了錢之後 他們受的罪遠遠超過他們打江山的時候 革命戰爭年代 所以他們都從向大都很痛恨 那當時那種制度 所以在那種情況下自發的產生了 要求自由民主的這麼一種一種浪潮 所以這點我覺得無論如何必須得強調 我們不是不是有兩種制度 我們在那種我們有我們的好 中國有中國的好 美國有美國的好 而且永遠就會這麼長期共存下去 那都是像伯格這根本不懂中國 他們根本不懂一竅不懂 那想當然在那種說的 當然也和很多別的人也有這個害怕 以為中國這些東西都是受西方影響的 而中國大多數是沒有這個變化這個要求的 是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我們都是這麼走過來的嘛 所以有時候我老說你要要回顧我們自己是從何處來 那我們這下就是在你這兩個 而且確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 當代的憲政民主理念也是在這種背景上產生的 他們原來也不也是沒有的 像中世紀那麼政交合一 他們也是在那種極為殘酷的那種政治迫害 首先是對思想的迫害 對信仰的迫害之下 痛定思痛產生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觀念 產生了對政府權力要加以必要限制的這種理念 你中國在這方面就和蘇聯東歐都一樣嗎 蘇聯東歐他怎麼那時候都在八十年八九時候都轉過去了呢 就是都是通過自己的那種切身的痛苦的經驗 就在物極必反 這麼這種情況之下重新找到了這個所謂憲政民主這麼一套理念的 這就所以我們最能夠知道那套理念是普世價值 因為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不是從你那學的不是看了你的 我們才會有那個東西才會有那個想法 而不自己產生的那種想法的 所以基於這個角度呢 那你中國現行的時候當然要變必須要變 因為他首先不符合我們自己的人性 不符合我們自己的要求 只有你未來這個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中美兩個國家能夠 各自保持自己制度的前提之下永遠這麼長存下去 他畢竟有一個是誰改變誰 誰被改變 而這種改變的過程並不是從外頭 而你美國去改變中國 不是這個意思 首先中國自己就會有這種改變的願望 外部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去促進去幫助這種改變 也就是這麼回事 謝謝 滾東你覺得你從歐洲的觀點 你怎麼樣看待美國現在經濟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走向蕭條跟這個的情況 那當然跟歐洲比起來 美國的情況會比較嚴重嗎 從現在看到從現在這個報道 美國現在的情況比較嚴重 因為DDP年率已經下降到1.4% 這個是比預期的更低了 然後還有這個企業庫存 這個原因當然是他們說是企業庫存投資減少了 然後在打壓也是油價 由於烏克蘭戰爭 能源價格的油價也上漲 然後通貨膨脹也因為烏克蘭戰爭和中國的上海經濟政策 導致了產業鏈的斷供 也造成全球的通貨膨脹 歐洲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 歐洲現在也面臨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認為美國這個至少 如果歐克蘭戰爭繼續下去 如果中國的侵略政策不改變 繼續造成供應鏈的阻斷的話 美國的通貨膨脹 這個什麼和這個什麼 現在我所面臨這個GDP的增長 估計是很難在短期內 能夠看到這個什麼回轉的這個回轉的效果的 這也是就是說對歐洲也是一樣的 現在歐洲現在我接這個問題 我談到剛才上面一個題目 關於這個坎克爾說 那個從一個戰場變成兩個戰場 它的提法 它為什麼變 就是因為歐洲 由於烏克蘭戰爭 那個導致歐洲對美國在對中國和歐國的威脅上面 這個產業分歧了 就是說歐洲認為 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 那個中國和歐國的威脅是首要的 而中國是次要的 實際上這是告訴美國一個態度 美國也在轉變 美國為了聯手 這個北約國家和歐盟 這個什麼一直對付這個俄國 也必須照顧歐洲歐盟的局勢 這個滿足歐盟的要求 那麼就是說它又改 必須改掉 為什麼以前說兩個戰場 現在說是歐亞大陸一個軸心一個戰場 也就是說它想通過這個概念的轉換 來那個什麼把中國和歐國綁在一起 這個我們剛才看到那個軸心法 實際上也是一種場所 也是把中國和歐國綁在一起 然後讓歐洲也就是說能夠說服歐洲 一致來對付 對付 一致是共同來對付那個什麼 不僅是俄國 而且主要是中國 而現在歐洲態度改變了 由於戰爭的開始 歐洲態度已經改變了 因為現在歐洲是它的 沒有生存的問題 它不能把歐洲印太戰略 它不會放棄 但是由於支援的問題 由於這個俄羅斯的威脅 在家門口 它必須把這個戰爭支援 要轉移到歐洲 終點轉移到歐洲來 德國綜藝的節目 前兩天到日本去訪問 也強調了德國和日本的雙面關係的重要性 也是德國在印太戰略的一個表態 他們的宗旨就是防止在台海 台海兩岸出現改變現狀的任何行為 特別是武力行為 這是一個南海的自由航行為要保證 然後就是日本和德國在面對俄國的問題上 要態度一致等等 這些當然沒有放棄 歐洲沒有放棄印太戰略的訴求 但是它會減弱 現在我們從韓布爾這個說法改變 實際上就是 這是我們應該觀察到的 歐洲以後在對待中俄的威脅問題上 歐洲是有輕重的首先是俄國 如果俄國的戰爭多長了延長了打開幾年 那麼歐洲在印太的投入一定會減少 而且嚴重的減少 美國同樣如此也會拖進來 所以說歐洲和美國現在有一個宗旨 就是盡量的在軍事上 經濟上支援烏克蘭 讓烏克蘭 在這個時候讓烏克蘭 阻止俄國在烏克蘭取勝 也希望這樣的話 來減少俄國對歐洲的威脅 從這個方式來看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要麼我自己罷守 或者打輸了 我不會也不投原子彈了 又不搞 用服務器來威脅了 我自己罷守 這種現象 這種可能性很小 那麼唯一剩下的可能性 就是延長時間的 這個很可能歐洲戰場 戰爭和這個衝突 會很長時間持續下去 而且對歐洲來說 不僅是個安全問題 軍事上的安全問題 而且整個國際民生的問題 再次就是說這樣的話 歐洲的投入一定在亞太的投入 因為它的投入一定減少 這樣同樣的要付來 把美國都拉進來 所以美國現在你看 台灣對台灣的武器供應 就是因為也涉及到 對烏克蘭的供應問題 實際上對台灣的這些 武器供應現在要麼就是 把病的取消 要麼就是推遲 據說反潛質疵危機 它不給了 根本就不給了 台灣當然說它貴了 不買了 但是實際上 那個可能就是因為 一個是烏克蘭戰爭 再一個就是資源問題 你不能同時變成兩個戰場 是不是你嘴巴 當然就是那個 美國人說我們有這個能力 你到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能力問題 還有就是歐洲人 願不願陪著你幹的 那兩個戰場 歐洲願不願意在亞洲 它就開一個戰場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歐洲它盡量去防止亞洲那邊 出問題 因為那邊也有歐洲的命 因為河南海的資源行情 對歐洲的很重要 但是呢 對比起烏克蘭戰場 那裡還是差一點 你不是主要的 對 現在我們強調說 歐洲人把那個河門 那個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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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導彈幾分鐘就到了 飛過來了 開車我們10個小時 就躲到歐洲了 對歐洲人來說 歐洲人來說 歐洲人來說 它是涉及到生存的問題 而中國的威脅遠遠的 這是一個挑戰 這是一個競爭對手的問題 这是个所谓的系统性丁重对手 而面对这个俄国 现在它已经是吃药的 所以说我想 乌克兰战争已经影响了 欧洲在印太的投入 同时也会影响美国 在印太的投入 至少是这样 当然美国不愿意 美国一定要坚持 把欧洲人一起 带进 带一带跟欧洲人一起 面对中国两个 两个所谓走行国 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 已经在尝试这个走行 走行这个概念了 欧洲大陆一个战场 那就是把两个大族 这个国家绑在一起 让欧洲也跟美国一起 来遏制中国的崛起 这是至少我们现在看这个状态 但是美国这个场势 会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 而受到影响 或者说甚至受到阻碍 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 何必你认为呢 你认为欧欧战争要持续下去 还有中国的压力 还有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会让美国的经济运着吗 人类历史上很少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几个大的危机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发生 几乎没有过 那就是疫情 那就是对全球供应链 生产链的整体破坏 包括国内经济的破坏 美国也是在其中 它不但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它同时也是自己的国内的企业 能不能复杂到疫情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是战争 就是战争的影响 跟二战的时候很大的不同 跟一战的时候也不同 那个时候为什么美国人觉得 我们不想参加战呀 就是因为欧洲离美国很遥远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的战争几乎是跟美国人都相关 油价的上涨 粮食的紧张 物价的变化 都是由于战争引起来的 资源和市场的变化 非常之大 那么这个尤其是粮食能源的影响 能源对于美国来讲就是血液 粮食对于很多国家来讲 那就是生命线 第三个是制裁 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战争 就是你打死我 我打死你 而现在美国的不想打仗 因为美国一方面 已经通过这个战争 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美国国内的矛盾问题 也是经常由于战争而起 有些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亢奋 但是后来打来打去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韩战是这样 越战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这样子 那么民主党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力量去进行这场战争 虽然有这个对立战的这个味道 但是毕竟跟直接的战争不一样 但是你不发生战争 美国又想保持自己的霸主的地位 那就是一方面是通过对立人战争 另一方面是通过制裁 制裁是避免战争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但是这种工具 从长期看起来 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往往只是针对民主国家的时候 制裁是有效果的 对于独裁国家来讲 几乎没有发生过 因为制裁而阻止战争的一个结果 但是制裁是政客们最闪亮的一个道德武器 最闪亮的一个政治的标志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 对美国力量的展示和对弱者的一种同情的工具 所以美国他就最喜欢是制裁 很多的国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制裁 如果你要跟美国进行这个游戏的话 所以他有时候制裁是有效果的 但是对于独裁国家很少发生这个效果 但是美国这一次出手之重 主要是班农总统 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有强烈的使命感 对乌克兰被侵略 对普京 他有非常大的个人的情感 和民主党本身的一些历史的渊源 很多因素在一起 所以这次制裁 可以跟战争有一些区隔 所以这一次是疫情 战争和制裁 三大因素对全球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美国这一次面临的危机 是超过联织会的想象 美国联织会是一个超越政治的 非常令人敬佩尊重的 这么一个美国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工具 这种超越的地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底就开始建立起来 最了不起的那个乌克 就是这个把当时候的通货膨胀 强行的压制了下去 把那个利率上升到百分之二十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 跟当时候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有一些不相似的地方 不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国际性更强 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杠杆最终能不能达到一致这个物价 一致通货膨胀 同时又避免这个经济萧条出现 也就是说不要出现硬着陆 但是现在联织会的这种主动 已经引起大家这个有所怀疑 所谓有所怀疑不是说联织会未来没有动作 而是担心了联织会现在的动作压制不了通货膨胀 所以未来还会连续的持续的让这个利率停的更高 这种利率停的更高的方式 对全球的经济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它是国家的这个利率上升 国家的利率上升就是美元 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吸金器 因为你国家利率现在上升到百分之三百分之二 或者是百分之多少 那你就比很多的国家的国家利率高 所以西方的国家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加息我也跟着加息 这样的话呢使我的国家利率也增加 但是有些国家跟不上 像包括像南韩 它现在也非常担心自己的这个资金流向美国 中国就更加担心 中国已经很多资金流入到了美国 但是这些东西它还有另外一个负面作用 对美国自己的企业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因为你利息提高了以后 使这些美国的企业本身贷款的资金成本就增加 同时呢你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利润力没有吸引力 你没有吸引力 所以你也呢对这个吸引这个投资 也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伤害 更重要的是 产业力的破坏 产业力的破坏和美国自己的强行的 某些错误性的强加的关税 比如说为了跟中国去谈判 完全是出于一个霸主的一个味道 就是强行的增加这个关税 相应这种关税 让中国进行做出某些妥协 这全是一个霸道性的一种谈判方式 这种方式呢可能会使中国为了增加自己产品的竞争力 来向美国做出妥协 但是实际的效果是伤害了美国自己 不但伤害了进口商 同时也是美国的消费者来承受了这种加税的后果 所以财政部长亚伦女士就提出来 他和这个商业部长来忙多多是一样的态度 应该把强行加在中国这个关税进行这个解决 但是呢这个贸易代表对其他就不同意 他想继续利用一个杠杆来协配中国走向这个谈判组 或者接受这个妥协 其实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而是美国应该以一种真正勇敢的 一个大国的心态 去给对东南亚很多国家 更多的节眠的这个税收 让东南亚的东盟的这些产品 进入到美国 而不是搞什么美国的这个制造业 美国是没有能力 制造业的竞争 现在跟中国没办法竞争 跟这个 东澳也没办法竞争 美国是自己的税务制度 福利制度有根本性的问题 而不是呢 这个不吸收 这个外面的这个商品 降税其实就是两条 而不是 解决现在的经济就是两条 第一条 让这个 产业链 这个供应链打通 让更符合美国消费能力的商品 进入到美国 这样的话物价就下降了 通货膨胀 就下降了 而不是通过联续会的这种杠杆的方式 因为联续会的杠杆的方式 他不是说没有代价的 因为搞得不好就是硬着落 对不对 不是没有代价 而且另外一个是 民主会要压制这么一个 已经超过了4%以上的 通货膨胀现在7%还是8%吗 要压到2% 这个距离很远 75年以来 美国的数据显示出来 只要是通货膨胀超过4% 就业率低于4% 几乎是不可避免了 产生这个这个萧条 当然萧条并不是 通过一个季度的GDP反映出来 可能要到明年 在这种反映出来 可能是在其中选举之后 这个到其中选举了 还没有 陷入到那个经济萧条但是通货膨胀解决不了 所以对于民主党来讲 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人家看不到你的经济的能量在哪个地方 你的 积极方案现在在哪里 没有积极方案 现在谁还记得积极方案没有啊 对吧 你的这个取消关税是有这个有政治的这个因素 还有一种方式很简单 就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对吧 就是你 给一个特色 给所有的非法劳工 全部给身份 更重要的是刺激更多人偷得过来 开玩笑 但是你至少 可以采取你的某一些特色的措施 鼓励那些 有劳动力能力的人 和鼓励那些有学力的人 来让美国吸收更多的人才 那些偷渡可以你不要拒绝人家呀 人家千辛万苦的偷渡到这里来 一般来讲都是劳动力呀 父母已经把他养大了 要到美国来搞劳动力 你说到美国是多好的事情了 那些人在 美国来读书 读博士读书 对吧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智力才能留下到这个地方 你美国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把他们解决身份问题呀 只要 进口 降税 只要劳动力 打开一定的大门 美国的 这个通货膨胀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避免 这个 这个经济萧条的出现 这是我的两招 但是他们未必用啊 但是会用一部分 这两招 都有很高度的政治 政治因素 但是他们会利用一部分 会利用一部分 会适得使用 因为只有这两招 你不能光置实实加税 只是加息 加息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你要知道 刚才冯 福平先生说 物价上涨 福平先生跟我差不多 我们两个没有多少消费能力 没有多少消费意愿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哈佛大学的孩子 一个麻省理工学的孩子 现在拉到的 这个 下一个季度的这个 租金啊 涨了40%啊 福平先生 你要知道 很多人的家庭 这个房租 学费都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呀 你现在涨了40%怎么办呀 房租40%啊 现在满房子涨了5%的 利息呀 对吧 你怎么整个的经济都会出现问题 以前我不太认为民主党说 经商里面也没问题吧 经济能力也没问题 现在看起来民主党真的是没招 没招 现在又 教育到了这种 这种肚腿呀 这些议案里面去 这些东西当然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但是你不能让意识形态 和这种 带有某种宗教涉体的东西 变成你民主党的整 整个的一个话题中心 你现在真是要解决呀 柯林顿总统怎么说的 笨蛋 把经济搞好 OK我们看吧 经济问题既然那么重要 年底其中学者就可以 就可以见分晓 做法是不是 能够相容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研究院 感谢这个 冯盛平先生 吴平先生 彭涛先生 还有何平先生 我还有感谢所有的这个观众 对我们的这个 按赞分享 跟转发 我们中国研究院 这一期就到目前为止 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辛苦 感谢您收看 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 明镜电视频道 明镜电视频道 在美国